男孩明明是一只有着两个困困的人鱼 可SG-Alpha却要追着娶她当老婆 萧萧苦等着无信别美人鱼能有一天 可以分化成温柔的小欧 却没想到人鱼直接分化成1米92的顶级Alpha 养鱼不成反被鱼掉 萧萧忍着后面火辣辣的疼痛有口难言 但是面对人鱼亲王的盛世美颜 萧萧还是心甘情愿地认栽了 自己选的老婆再疼也要宠下去 可是你不要天天都过来啊 起初萧灵赫正在酒吧开生日聚会 却被两个军官通知自己被调任到北墨研究基地 萧灵赫内心极度崩溃 他身为有着两个帝国将军亲爹的军二代 有点辛苦的在22岁就成为帝国最年轻的上校 却要被派到北墨那鸟不拉屎的地方去工作 转眼第二天来到北墨研究基地时 研究基地负责人陆明周带着他 乘坐电梯来到了地下副七层 萧灵赫疑惑 嫂子你要带我去哪 方寻没有跟你说明你此次的任务吗 陆明周语气平淡 只是在方寻的这个名字的咬字上 带了点干涩 没有就丢给我一张吊链 陆明周轻笑 倒是像他的作风 说完便带着他通过层层防御屏障 打开门的那一刻 萧灵赫顿时被眼前的景象所震惊 沙漠地下竟然养着一条鱼 他不由自主地向前走了几步 实验区中心放着一个巨大的玻璃鱼缸 鱼缸内饰微型海洋生态 透明的水质下可以看到一个半身为人半身为鱼的生命椅 长发荡漾 宽肩窄腰 萧灵赫一脸惊讶 这是美人鱼 世界上真的有美人鱼 陆明周点了点头 他的种类为东方娇人 与西方的美人鱼不同 娇人在成熟期会分化出双腿 形态与人类无异 萧灵赫挑了下眉 直指性别蓝 明明发育出了线体 为什么还是无性别 他是雄性娇人 我们人类的ABO性别对于他们来说只是一种清单辅助 生育权掌握在雌性手中 雄性娇人为了求偶 会根据雌性娇人的需求分化 他还没有到求偶期 萧灵赫轻轻敲了下玻璃鱼缸倾笑道 原来还是条小鱼宝宝 突然浮在珊瑚礁上的娇人忽然动了下 长达三米的鱼尾猛地拍向萧灵赫的方位 哗啦啦的海水浇了萧灵赫一脑袋 早就退到一旁的陆明周笑出了声 娇人感知能力远超人类百倍 稍微一点点的动作都能捕捉到 他以为你要攻击他 萧灵赫闻言气恼地把头发捋到脑后 因惊吓愤怒 后颈线提议出了少许山茶花性稀素 陆明周是个beta闻不到 但娇人闻得道 他迅速游过来 手爬在鱼缸边缘露出脑袋好奇地打烂着萧灵赫 萧灵赫仰头跟他的视线对上 在看到娇人长相的刹那 所有的火气烟消云散 靠 这小鱼儿长大 可真带劲儿 鱼尾还是珠光淡粉色的眼 好漂亮 突然萧灵赫看到娇人朝他伸出手 闪过几分亚异 娇人线长潮湿的指尖轻轻掠过萧灵赫的脸颊 最后落在他的嘴角暧昧地点了点 陆明周忍无可忍地闭了下眼睛 对被吊成翘嘴的萧灵赫道 小赫擦擦你的口水 萧灵赫打小就不爱学习正经的知识 所以他很了解娇人是居于深海的神秘族群 数量极少 是远超于人类的高级文明 看着关在浴缸里的小娇人不禁疑惑 嫂子 为什么要把他关在这里 这小鱼苗犯什么罪了吗 三年前他的族群遭受偷猎者大肆捕猎残杀 自此消失在安管局观察视野 0927是帝国目前发现的唯一一个纯种血脉的娇人 娇人自古就是财富的象征 气泪成猪 人鱼血肉制成刀燃烧可经久不灭 萧灵赫的眉毛迅速拧起 杀千刀的鱼贩子 这些不懂得怜香细域的家伙就该千刀万剐 正欲围绕偷猎者祖宗十八代开骂时 娇人微凉的指尖呼地落在他眉心者咒处 轻轻揉了揉 好乖 好通人性 动作间 娇人一缕银白色的发丝划过萧灵赫的耳廓 落到他肩头 萧灵赫嗅到了娇人淡淡的曼陀罗性吸塑的味道 瞬间感觉到血液中滋生出一样的躁动 地旁的陆明周看着他不值钱的死一样赶紧打断道 小赫 你的任务除了保卫基地的安全外 就是引导0927平稳度过球偶期分化出第二性别 只有这样我们才可以提取他的DNA进行人工组合基因克隆 教人是否就此绝技 就看你了 萧灵赫的大脑急速运转 抓住了关键词 等会儿嫂子 为什么非得是我 我俩都是公的 我怎么引导他的球偶期 我自己一赶七还苦哈哈打一致计呢 陆明周无视他的吐槽 我们也很意外 但经过基地对他的基因链检索后得到的结果就是 你的信息速是他最喜欢的 伴随着他这句话的落下 鱼缸里的海水起了波纹 教人正愉快地晃动着自己宛如裙摆的漂亮鱼尾 鱼灵泛着点点粉色珠光 0927非常排斥人类 但看得出来 他很喜欢你 萧灵赫扶置心灵 看像正在他身前游来游去的教人 也就是说 他有可能分化成我每个给我当媳妇 陆明周失效 小赫 越美丽的东西越危险 他对人类敌意很深 这三年来 凡是经过他所居住海域的渔船 无一人生还 还是条辣仔小鱼 萧灵赫不仅没有害怕 还在鱼缸玻璃上花了个心 甚至还对着娇人吹了声流氓哨 突然娇人猛地从水面跃出来 吐了他一脸海水 萧灵赫睫毛挂着水珠 粗暴地抹了一把脸 不是说他喜欢我吗 陆明周默默出声 他听得懂人话 0927以后就交给你监管了 萧灵赫闻闻自己一股海水味 嫌弃地皱皱鼻子 他能听懂人话 不会说自己叫什么名字吗 编号听着多声书 陆明周轻轻摇了摇头 0927很聪明 只是跟我们从不开口 实验室尝试过各种方式让他开口 但换来的是他暴躁发狂 各种损失加起来得上亿 如果不是他脖子上带着抑制气环 将信息素的能量降到了最低 后果不堪设想 萧灵赫仰起头 冲趴在钢岩上打量他的娇人笑了笑 我给你娶一个吧 你以后叫小美 人如其名 你喜欢吗 萧灵赫自己很满意 陆明周在心底微微叹气 真是令人叹为观止的文化水平 这让他想起萧灵赫家里那条叫咪咪的小兔狗 这么多年过去了 萧灵赫的取名能力还是这么优秀 然而出乎二人意料的是 素杨 实验室忽然出现一道陌生清冷的男生 萧灵赫和陆明周齐刷刷地看向娇人 娇人盯着萧灵赫 一字一顿地开口 萧灵赫挣了一瞬 继而兴奋起来 嫂子你说得对 她果然很喜欢我 竟然开口说话了 萧灵赫胳膊搭在鱼缸盐 跟素杨面对面 年轻的Alpha张扬又肆意 弯腰拍了拍素杨的脑瓜顶 小虎牙忽影忽现 我叫萧灵赫 以后就是你的主人了 怎料下一秒屋子里就响起重物落水的声音 萧灵赫在鱼缸里滑拉着往边盐游 一边游一边骂 兴素的 你这鱼脾气推差 推差进我告诉你 显示屏上出现一串娇人的身体数据 显示她的情绪处于愉悦中 并无生气的迹象 陆明周微扬了下眉 这大概就是传说中的王八看绿洞 一物降一物 随即便转身离去 再看萧灵赫手臂刚刚攀上鱼缸的边缘 咬呼的被冰凉的鱼尾缠住 Alpha按骂一声 探手去拿大腿绑带上的作战匕首 0927 信不信我刮了你的鱼鳞 素央饶有兴致地看着她不住地挣扎反抗 锋利的刀刃划过她漂亮的鱼尾 卫伤分毫 萧灵赫一时心惊 这到底是个什么东西 正欲摸向腰间的左轮手枪 然而下一秒 她的胳膊被娇人的鱼尾整个捆住 渐渐地被勒得喘不上气 素央眯眯着眼睛欣赏了会她因痛苦而泛红的眼尾 自喉间一出一丝倾笑 多么一碎的漂亮的可怜的人类 水中融着淡淡的山茶花信息素的清甜 素央嗅了一口 只觉得生锈的四肢百还瞬间溢满了生机 是个信息素很好闻的人类 可以带回深海 圈养在孤岛上 日夜索取 随即从萧灵赫的腰侧取出了手枪 利落地上堂后抵在了她的胸口 她想看看 她未来的宠物更加鲜活的表情 萧灵赫有些恼火 自打她分化之后 还没被人这样压制过 难道她的小命就这样交代了 她还没谈过恋爱啊 Alpha后警自动触发压迫信息素 这是他们的身体的自我保护机制 浓郁的山茶花味道溢出 瞬间灌满了整间骄人实验区 讲道理 萧灵赫身为S级别的Alpha 她的压迫信息素 不仅可以压制比她等级低的Alpha或Meg 甚至可以抗衡跟她同等级的Alpha 然而面前的骄人并未分化出第二性别 她不讲道理 甚至被自己的信息素刺激得更兴奋了 萧灵赫被她来回溺水了两次 再无精力释放压迫信息素才被捞上来 最后萧灵赫只得攀着她的脖子猛壳 眼角是呛出的生理性泪花 她大口大口地喘息着 错了我错了 别玩了 再玩就死了 素杨还着她的腰 冰凉的鼻尖在她颈窝处轻轻蹭了蹭 嗓音清冷令人胆寒 主人 你是想要杀我吗 萧灵赫欲哭无泪 到底是谁杀谁啊 萧灵赫生怕这条暴躁鱼在淹自己 死死地搂住她的脖子 你要是不喜欢主人这个称呼 我们可以换吗 都好商量的 素杨很满意她的讨好 我喜欢 你喜欢你验我干嘛 原本萧灵赫又想骂她 可以抬头就看见娇人完美无瑕的脸蛋 白嫩的皮肤 长长的睫毛 一瞬间又被美色冲昏了头脑 缓过神来 萧灵赫才发现自己的身体紧紧贴着素杨的上身 掌心下是她细腻光滑的肌肤 凉凉的手感很好 素杨微微眯了下眸子 萧灵赫再次闻到了她淡淡的曼陀罗性稀素的味道 顿时感觉脑袋有些发昏 晕晕的 她看到素杨扶手凑近她却看不清 只感觉到嘴唇处传来带着凉意的触感 曼陀罗负欲中带着微苦的味道 在萧灵赫口腔中融散开来 顺着喉咙往下 素杨闭眸幽深 带着浓郁的轻占欲 饶有趣味地观察着萧灵赫的脸 怀里的Alpha瞳孔无神 脸色飞红 嘴唇半开 一副语曲语求的观顺模样 再无方才地自意嚣张 很好看 正巧这时看见她的眼角落下一滴泪珠 随即便被素杨吻了下去 山茶花信息素好似钻入了她每一处的毛孔 后颈线体蠢蠢欲动 抑制气环释放出高压电流 素杨不耐烦地扯了扯咔打解开 随意扔到一旁 实验区的监控探测器频闪着红光 素杨促没看去 眼中一阵营光过后 设备恢复正常 素杨的脖子 试探着去碰触她的唇 下一刻她的后颈被大掌握住 紧接着便是氧气被掠夺 浓郁的曼陀罗信息素如同隐秘的大王 要将Alpha整个笼罩收藏 萧灵赫谋前出现了淡蓝色的幻光 无意识地嘀喃 迎面而来的海水堵住了她的口鼻 必是下沉再下沉 素杨谋色幽深地打量着萧灵赫 将其抵到玻璃鱼缸上 在她的族群中 分化后随之而来的便是来势汹汹的一杆期 需要伴侣的陪伴 而素杨没有伴侣将会十分危险 素杨虽然已经意识到 在嗅到萧灵赫的信息素后逐步失控 理智在山茶花的青田下逐步涣散 所有的思绪最终只剩下战友和侵略 随后她掐着萧灵赫的脖梗凑近她 探出了尖牙 她现在就要标记这个Alpha 自日早上萧灵赫刚起床就觉得浑身酸痛 掀开被子时甚至发现自己一丝不挂 衣物在床下散落一地 男孩一脸蒙圈 但是也只认为自己睡觉太不老实了 随即快速洗漱后就跑去监管室找素杨了 素杨 太阳晒于定了 快醒醒 素杨被她吵醒 手撑着脑袋 含着笑看她 怎么了 被阳光照射下的素杨显得更为俊俏 萧灵赫看得入迷之时突然感觉后颈线体剧痛 随即向着素杨转过身去 你看看我线体怎么回事 素杨凑近后迷恋地看着那白皙的后颈 是不是你做梦挠的 我怎么可能做梦挠我自己呢 萧灵赫正讲得突然想起一段模糊的画面 她似乎被水稳住了 虽然记不清对方是谁 但是身体的感受却很清晰 萧灵赫瞬间尴尬 不会吧 我竟然晚上做那种梦了 然后太身灵其境给自己玩坏了吗 素杨目光粘在萧灵赫腺体旁边不明显地吻痕上 舔了下唇 似乎还能品尝到山茶花的清甜 哎 Alpha还是太娇气了些 总是嚷嚷着喊疼 还流眼泪呢 素杨又看向自己被修剪的圆润饱满的指甲 这指甲剪得真合适 就在这时 陆明周带着几个研究员过来 手中还提着一个白色的消毒箱 嫂子 这是做什么 陆明周带着白色口罩看不到表情 提取她的线体验 萧灵赫来不及询问 只见一个研究员摁下旁边仪器上的按钮 素杨痛苦挣扎片刻后倒在了水底 两个手持麻醉枪的研究员潜入水底 将针头刺入了素杨后颈腺体处 抽出半管蓝色的液体 萧灵赫喉间一颈 腺体对于Alpha和Omega来说是第二颗心脏 腺体严重受损将会直接导致他们死亡 陆明周将储存素杨腺体液的玻璃管放到冷藏提箱中 事宜研究员先走 小赫 安管局之所以将素杨带进研究基地 一方面是保护 另一方面是为了研究 叫人身上有太多秘密 萧灵赫目看向昏迷中的素杨 梅宇间挣扎道 可是他同意了吗 陆明周末了片刻 我们能做的 只有服从命令 萧灵赫沉默了片刻便跳入水中 静静地等着素杨身上的麻醉失效 作为斯兰帝国的少校 服从上级命令是他的天职 可是素杨也本应在深海自由遨游 而不是在这个小鱼缸里 脖子上还戴着抑制气环 看着素杨苍白的脸和失去血色的唇 萧灵赫在这一瞬间想违抗这该死的命令 五分钟后素杨缓缓睁开了眼睛 看向透明面罩下 萧灵赫连袭的眸光 素杨你醒了 身体有哪里不舒服吗 萧灵赫的嗓音在面罩中有些闷 素杨指尖勾动脖梗上的抑制气 主人 很痛 萧灵赫动了下唇 忽然想起陆明周说 他的性吸素是素杨最喜欢的 带着温暖异味的山茶花安抚性吸素 在水中蔓延开来 萧灵赫歉地轻轻按揉着素杨的后颈 这样能好些吗 线体是人类的第二心脏 同时作为分化第二性别的显性性征来讲 他的敏感程度不亚于人体第一特征 素杨猴肩滑动 没有制止萧灵赫的越界行为 好些了 但是还是很痛 主人继续 萧灵赫隔着透明面罩 错将素杨眼中的欲望视作舒适 不禁加大了暗柔的力度 舒服点就好 不过等你以后分化了 就不能让人碰你的后颈了 想碰这里的人都是耍流氓 你要用尾巴扇他们大瓜子 知道吗 素杨凝视着流氓本萌 点点头关顺道 记住了 真乖 我一会出门给你捞鲜鱼吃 给你炖鱼汤 补补身体 怎么样 你竟然还会做饭 其实我厨艺还不错 我父亲说过 不会做饭的Alpha娶不到好媳妇 素杨结语微动 你要娶我吗 说什么呢 我说过 我会送你回深海 说到做到 素杨静默地注视着他 脸色沉沉 忽然凑近他 萧灵赫下意识探向腰侧去拿近战匕首 萧灵赫将素杨撩拨的动作看得完全 脑子里一顿霹里啪啦火花带闪电 他虽说一直把素杨分化成 我没得挂在嘴边 但是没真想把这条小鱼怎么样 毕竟种族不同 素杨迟早要回归大海 那里才是他的家 素杨先长的手指轻轻按压在 萧灵赫的后颈处揉搓 Alpha脸色爆红 这鱼是在耍流氓吗 学得也推快了点 就在这时 素杨拿着萧灵赫的匕首 戳向自己的右臂 萧灵赫大惊 你干什么 在我身上刻下你的记号 不喜欢吗 素杨目光灼灼地盯着他 在他右臂上划出两道伤口 一个明显鲜红的X 萧灵赫看着那胳膊上 深深的伤口神情复杂 你疯了吗 素杨点了点萧灵赫心口 你怕疼 所以我要你把我刻在你的这里 萧灵赫不知道这算不算告白 他被素杨谋中肆虐的 毫不掩饰的战友欲震撼 久久未能回神 素杨低垂着脑袋修闻他的味道 安抚心稀素很好闻 但我更喜欢主人发日清食甜腻的味道 我什么时候发日清了 萧灵赫瞳孔地震 一副自家小白花被大染钢玷污的震惊 这都谁教你的 你一个还没到求偶期的小鱼苗 太早熟了吧 素杨愉悦地动了下鱼尾 右臂本该很快愈合的伤口 生出了藤腕纹理 附上了格外漂亮的黑色曼陀罗的暗纹 这是什么 萧灵赫再次惊讶地嘴巴长成O型 这是纹身吗 氧气面罩在关键时刻响起警报声 素杨揽着他的腰将其拖出水面 水太凉了 你会感冒的 回到地面上的萧灵赫大脑一时 无法理解刚才发生的一切 某些狼狈的反应在浑身湿透的情况下 更加明显 萧灵赫能感受到素杨戏谑的目光 红着脸匆匆离开 竟然被雨给疗了 这像话吗 这不像话 萧灵赫去浴室快速洗了个澡 萧灵赫会在身上打上雌性娇人的印记 证明自己有主了 但娇人天性的独占欲 会迫使他们同样在爱人身上 也留下自己的记号 通俗理解就是人类社会的标记行为 素杨没有在你身上刻上他的记号 还是挺耐人寻味的 恭喜你小贺 素杨进入了求偶初期 再接再厉 萧灵赫扯扯嘴角 你都看见了 陆明周把自己的电脑屏幕转过去给他看 倒也不是每天都看 只是今天刚取了素杨的线体验 要关注他的情绪状况 凑巧碰上了 萧灵赫柔柔通红的耳朵 从什么时候开始看的 从他隔着面罩亲你 陆明周言简一概 萧灵赫沉默 你个偷窥狂 陆明周喝了口茶感叹道 有些东西是科学无法解释的 确实 比如有的α突破基因约数爱上了β 萧灵赫哼着乱改乱编的歌 爱上B 爱得疯狂 被内涵到的陆明周瞬间滴落了起来 萧灵赫从陆明周的办公室出来后 耳朵被骚得通红 他嫂子那意思是素央 把他认定为伴侣了吗 这不对劲 关键是他也不是雌性娇人啊 不管是第一性别还是第二性别 他都是男的 公的 雄性 萧灵赫一边思考一边走进室内停机场 他准备去千里外的渔村 给素央整点新鲜的海域 随即便驾驶直升机 向着千里外的渔村飞行 飞行途中 萧灵赫全程都翻看着素央房间内的监控 一会儿笑嘻嘻 萧灵赫一会儿脸红的自言自语什么真可爱 让身边的副官不由地怀疑这个长官的精神状态 不久后来到了渔村的一个海滩上 萧灵赫几乎把全场的鲍鱼龙虾帝王蟹都包圆了 心想着反正自己没对象 工资存着也没地方花 素央求偶初期 正是成长的时候 得吃点好的 他一想到刚刚素央那样撩拨他 就忍不住脸红 看来娇人的求偶期和人类的一杆期也差不多 都没什么理智 萧灵赫在回去的路上看到一个大海螺 就想着拿回去给素央完 正准备弯腰捡起来的时候 肩膀被人撞了一下 道歉 萧灵赫抬谋与那人的视线对上 是一个长相很漂亮的男性 Omate 没事 你走吧 萧灵赫疑惑得拧起眉 这么大的海滩怎么就撞到他了呢 随即职业并发作 他迅速将自己检查了一遍 确定没有任何监听设备稍微放下心来 一转头发现那个漂亮Omate不见了 萧灵赫环顾四周 真是邪门了 算了 家里的小鱼还等着吃饭呢 快点回家 回到基地时已经是中午十一点半 萧灵赫拎着海鲜先走进监管室 笑着冲素央晃了晃 等着 我给你做好吃的 素央朝他游过去 含笑的眸子忽然一灵 语气带了些命令的意味 你给我过来 萧灵赫很自然地靠近鱼缸 他对素央的容忍度很高 长这么好看 脾气大点怎么了 素央从鱼缸中翻出来 稳稳地落在他跟前 萧灵赫瞪大了眼睛 看着他撑地的鱼尾 不是 你怎么能在陆地上生活 分化前可以短暂性上岸 素央俯身秀他身上的味道 闭眸成这阴郁 有人碰过你是吗 萧灵赫抬起胳膊纹皱起鼻子 没有啊 不就是沾了点海鲜味 素央看起来很不高兴 眉头眉脑地问了句 你喜欢我妹的吗 他漂亮还是我漂亮 萧灵赫终于反应过来 好笑地看着他 你是狗鼻子吗 人家就是不小心撞了我一下 再说了我是Alpha 当然喜欢Omega了 眼看着素央的脸色越来越差 萧灵赫唯恐他发疯 将自己扔进鱼缸淹死 赶紧找不 没你漂亮 你最漂亮 素央的情绪并没有好转 眸色深深地凝视着他 萧灵赫下意识后退一步 却被素央勾住了腰 冰凉的唇贴住了他 没有任何海水的心弦 只有曼陀罗的蛋香 萧灵赫脑子瞬间嗡嗡的 这可是他的初吻啊 只见萧灵赫手里拎着的海鲜掉落一地 惊慌失措的他刚想要偏头去躲避 却被素央死死地摁住了脑袋 萧灵赫不禁有些凶脑 用了半成力量给了素央腰部一拳 素央闷哼一声 但是嘴角依然翘着细微的弧度 气恼之余 萧灵赫却是在想素央好像很会轻轻 按摩这小鱼崽子到底都是跟谁学的 素央 你够了哦 萧灵赫挣扎着拉开两人的距离 被他吻得眼尾泛红地瞪着他 素央银白色的结语微颤 素央脖股处的抑制器缓猛然震动 他瞬间推开萧灵赫 只见那颈部抑制器篡动着高压电流 素央面色痛苦地蜷缩 监管室的设备频闪红光 整个监管室都响起了刺耳的警报声 素央 你怎么了 素央额头抵在地板上轻轻爆起 但是怕伤害到他只能咬牙道 你快离我远点 肖灵赫戴上绝缘手帕 蹲在他身旁 别怕 我在呢 随即便皱着眉视图去解开抑制器 可这个东西只能由陆明舟的同纹解锁 素央额前是细细蜜蜜的冷汉 正正地看着他着急的模样 肖肖 肖灵赫动作一顿 你叫我什么 抑制器缓振动的频率突然提高 素央身体小幅度地颤抖着 控制不住的痛银出声 杂乱的脚步声打断了两人的谈话 肖灵赫仰头看向陆明舟 嫂子 素央怎么了 你快给他解开 他的信息素浓度超过一定界限后 便会触发高压电 陆明舟立即取出一支高效抑制剂 注入素央的手臂静脉 五秒后一支气环恢复正常 素央面色苍白地靠在肖灵赫怀里 蹭了蹭脑袋 肖灵赫一颗猛男星瞬间化了 把他抱进浴缸安顿好后 便立即出门找到陆明舟 他那个东西不能摘掉吗 求偶期避免不了信息素波动的 总不能一直这么折磨他 小赫 他的信息素有催眠置换的作用 肖灵赫愣住 什么 素央对人类敌意很深 这三年来 凡是经过他居住海域的渔船 无一人幸免 他利用好信息素 让人类自相残杀 血染红了大片的海水 引来鲨鱼分时 陆明舟须点了下肖灵赫的嘴角 小赫 他很危险 别让自己陷进去 肖灵赫沉默片刻后开口 人类捕猎残杀他的族人 他不过是以其人之道 还制其人之身 陆明舟点点头 轻轻拂过他肩上的肩章 可是小赫 你最终要保护的 还是人类的力 这很难用简单的对错衡量 说到这他有些神伤 他不认同方寻的铁血手腕 可陆明舟心里又十分清楚 方寻只是做了该做的 他肩上扛的是 斯兰帝国的安危 陆明舟看向眉头紧皱的肖灵赫 小赫 你如果想要保护他 唯一的方式 就是让他与人类和平相处 否则 你的枪口早晚会被命令对准他 萧灵赫动了下唇 一时雨色不知道怎么讲 接下来我说的话 是站在你的嫂子的立场 小赫你喜欢素央 是同情可怜 还是处于一个 Alpha对伴侣的喜欢 萧灵赫咬了下口腔侧的软肉 似乎还有曼陀罗性稀素的味道 我和素央认识还不到一个月 嗯 但是 喜欢一个人一天就够了 萧灵赫看向旁边监管室的大门 他清楚自己对于素央 有一种恋爱和宠溺的感情 但那可能不是爱情吧 嫂子 他迟早要回家的 我答应过他 会送他回去 陆明舟走过去摸摸他的脑袋 长大不轻松吧小赫 素央他没有人类的情感 不要用常理去判断他的想法 萧灵赫闷闷的点了点头 我什么时候可以像大哥一样 游刃有余的处理问题 陆明舟倾笑出声 不要把他想象的那么厉害 你哥也是人 也有他办不到的事 但是你的话在告诉我 你还爱他 是 我仍然爱他 但是小朋友 成年人的感情 不是只有爱就能维持的 慢慢误吧 我去工作了 萧灵赫独自坐在沙发上愣了身 想了半天也没想明白 爱情到底应该怎么去理解 但他还是掏出手机 播出了大哥的号码 喂 哥 刚才我嫂子说 他还爱你 沉默了两秒后 方寻恩了一声 我知道 挂了电话后 萧灵赫叹了口气 大人可真有病 如果相爱还不在一起 那就应该去医院检查检查脑子 随即又想到宿央和人类的灭族之仇 他虽然能够理解宿央的所作所为 但是身为帝国少校的自己 却必须保护人类的安全 你想到将来可能要和宿央站到对立面针锋相对 萧灵赫突然浮现了很多危险的念头 越想越烦躁 狠狠地搓了搓头发 该死的偷猎者 别让我逮着 不然我一定会把你们骨灰都养了 此时监管室内刚刚还非常虚弱的宿央轻巧起身 在狼藉的地面上捡起一枚花色普通的隔铃 拿出棒肉中的一枚形似珍珠状的白色药丸 宿央面无表情地将其塞入口中吞掉后 线体内如蚂蚁式心般的排异反应便慢慢缓和了 宿央自出生之后就经历过无数次的实验 他母亲致力于将它打造为深海最强的武器 为了就是控制一杆七十不会出现暴走和失控 不知道研究基地这帮蠢货将它的基因链破解到什么程度 看来那些计划必须要加快进度了 宿央回到浴缸中继续扮演虚弱 思考着萧灵赫的信息素对自己的影响 山茶花和曼陀罗的契合度有这么高吗 难道萧灵赫对它好也只是因为受曼陀罗信息素的吸引吗 宿央眼中忽然划过一道疾恨 鱼尾卷着海螺狠狠扔出去 砸到监管室的大门上传来一声巨响 萧灵赫吓了一跳 赶忙进入监管室 看到地上碎成三半的海螺无奈道 你到底哪来这么多牛筋 宿央趴在鱼缸边沿上看他 主人 干嘛 萧灵赫美好气地捡地上乱糟糟的海鲜 你觉得曼陀罗好闻 还是草莓软糖好闻 萧灵赫被他没头没脑的问话搞猛一顺 草莓软糖 什么意思 就是问你喜欢曼陀罗的味道 还是草莓软糖的味道 宿央直勾勾地看着他 闭色眸中带了些许孩童般的期待 萧灵赫抿了下嘴 开始头脑风暴 想起宿央的信息宿是曼陀罗 曼陀罗我喜欢曼陀罗 绝对是满分答案 萧灵赫带了点骄傲 谁知宿央的脸一下垮下来 翻身躺在自己的小床上 背对着他不理人了 鱼心难测呀 萧灵赫摇摇头 继续捡地上活蹦乱跳的龙虾螃蟹 这孩子是不是还在叛逆期啊 也没问过他多大年龄 萧灵赫猛地抬起头 这要是未成年不就最恶了吗 萧灵赫敲他的鱼缸 还好不是未成年就好 萧灵赫松了一口 转身的瞬间瞳孔地震 什么多少 素央迅速游过去 隔着透明鱼缸幽怨地盯着他 主人是在嫌我老吗 没有怎么会呢 萧灵赫视线下滑 看着素央身上在水里 显得有些透明的白色老头衫 萌萌萌萌的机里更显性感诱惑 素央顺着他的视线看过去 嘴角翘着弧度 呼得掀开自己的上衣 喜欢想摸吗 萧灵赫瞬间转过身 蹲在地上茫茫碌碌地捡螃蟹 别瞎说 口出什么狂言 哎呀哎呀哎呀卧槽 萧灵赫被螃蟹钳子夹破了手指 怎么了 素央一个旋转跳跃从浴缸里冲出来 把萧灵赫受伤的手指含进嘴里 萧灵赫的脑袋一下子爆炸了 结结巴巴的 你你你你你你干嘛 起初还只是一个简单的消炎 可素央望着Alpha通红的脸颊和耳阔 忽然间就起了坏心思 绕过指缝 又沿着止骨上滑 这也太像了 萧灵赫脑瓜子嗡嗡的 挣扎着抽出自己的手 你真是好的一点不学 不好的乱学 时间暂时回到三天前 萧灵赫不知道从哪个不靠谱的教育平台 学习了育儿知识 明白了成人教育对孩子成长的必要性 于是他翻出了自己的珍藏纪录片 交给了素央 素央面无表情地看完全成一脸无辜 主人这是什么 萧灵赫当时觉得自己是真该死啊 他对这个单纯的小鱼苗做了什么 然而入夜后 他在沉睡中嗅到了浓郁的 曼陀罗性吸塑的味道 他听到有人在他耳边喘息 还感觉自己脸上很痒 他睁开眼睛 直直地对上一双深邃的眉眼 浓浓地充满着轻湛和征服 他动了下唇 尼南出素央二字 那人便发了疯 一遍遍地在他耳边重申你是我的 萧灵赫第二天醒来时 只记得梦中那朦胧的月光 身上酸痛不已 尤其是大腿根 萧灵赫以为自己水土不服起了红疹 但是从小身强体壮的他没当回事 嘎咚一声打断了萧灵赫的瑕丝 只见素央将夹破他手指的螃蟹 撕成两半嚼巴嚼巴咽了 哎呦我 你可真埋态 不拉嘴吗 萧灵赫一脸的眉眼看 看给孩子饿的 我这就给你做饭去 油闷大虾 清蒸鱼怎么样 素央不大理啊 手撑在鱼缸边沿翻了进去 见出来的海水又浇了萧灵赫满头 你大爷啊 素央 再跟我乱发脾气 老子就给你做成剁椒鱼头 素央听着他的气急带坏 没忍住笑了 多情的眸在看向萧灵赫实样的宠妮 萧灵赫刚生腾起来的火气瞬间压火 张嘴等着吃吧 真烦人 艾伙骂骂咧咧的走出监管室 但是没关门 素央愣了下 两个小时后 海鲜的香气飘进监管室 萧灵赫正调着战料呢 扭头一看素央正巴着监管室的门看他 怎么这么可怜呢 过来吧 萧灵赫冲他招招手 素央迟疑了下 他站到厨房门口 打亮着腰间系着围裙的Elf 腰好窄 我可以出 萧灵赫手起刀落 将案板上的鱼头身分离 扭过头向他晾了下自己手中的菜刀 你跑一个试试 素央闻言凑到萧灵赫旁边 语调暧昧 你真的会杀了我吗 你呢 如果摘下你的意志气放你回家 能放下仇恨重新生活吗 素央伸手抚摸过萧灵赫的脸颊 我不会伤害你的 是吗 可你如果伤害我无辜的同胞 我不会对你手软 素央垂下眼睫 掩盖住不断滋生的嫉恨 带着些迷茫和不可置信 为什么 你不是也喜欢我吗 为了那些垃圾 你要杀我吗 素央 萧灵赫叹了口气 人类虽然有很多坏蛋 但也有很多善良的人 尝试着接纳他们好吗 你不是都已经接纳我了吗 你和他们不一样 我会把伤害你的坏蛋都抓住 你乖乖的 随即掀开锅盖端出清蒸鱼 走吧 尝尝我的手艺 素央面上的肯切最终化为冰冷 他凝视着萧灵赫的背影 哎呀哎呀哎呀 真是太烦了 干脆把他关起来 用锁链捆住 让他只能在家等着陪我运动就好了 不过那样做的话 他会很生气吧 萧萧还是笑起来好看 不过 生气也好看 素央的视线落在萧灵赫明亮的毛子中 得出结论 他怎么都好看 此时一架安管局直升机 停留在基地的停机场 舱门打开走出一名身穿制服的高大Alpha 方局我马上联系陆主任和萧少小 不必 我自己过去就好 陆明周看向擅自闯入他办公室的男人非常惊讶 方局 怎么不打个招呼就过来了 方巡的视线将陆明周上上下下打量了一点 你瘦了 没有好好吃饭吗 这好像不是上下级该聊的话题 陆明周起身为他倒了杯热茶 嗅到了淡淡的酒精味 你的一感气来了 陆明周是悲的 无法感受到性吸素的味道 但是他酒精过敏 对酒味很敏感 因此他可以闻到方巡性吸素的味道 一股龙蛇蓝的辛辣味 虽说没有科学论据证明性吸素对人的性格会产生影响 但陆明周觉得两者之间还是有一定的联系 比如方巡和萧灵鹤 一副同胞的亲兄弟 方巡性格强势不易接近 而萧灵鹤就很活泼 明明 方巡叹了口气 握住陆明周朝他递茶杯的手 你还在生我的气吗 陆明周正开他的手 背对着他闷声道 麻烦方巡注意分寸 你在干什么 方巡突然冲来抱住他 我很想你 陆明周被侧颈的冰冷处感吓一跳 方巡 我们离婚了 你这是在骚扰 方巡带着薄茧的手卡着陆明周的下颌 将他的脸掰过来凑近 你可以去总部告我 但你舍得吗 混蛋 陆明周低声骂他 混着龙蛇蓝性吸素的酒精味顺着喉咙流下 他的脑袋逐渐发晕 虽然这道性吸素并不会对他身体有什么影响 但是浓烈的味道依然让他晕眩了起来 明明自己是个有着天生优势的beta 不会受到性吸素的控制 却偏偏是个酒精过敏的体质 而且是只会对S级的烈性酒类性吸素才有反应 那么多苛刻的前提条件 偏偏这个方巡全部符合 陆明周休脑的气急了 狠狠地咬了嘴中之物一口 方巡吃痛却依然勾起了唇角 变得更加肆无忌惮 血腥味激发了Alpha的本能冲动 方巡扯下了后颈的性吸素一支贴 浓郁的龙舌兰的辛辣味 瞬间溢满了整间办公室 陆明周一时惊慌地颤抖道 我不是有mate没有信息素 为什么要这样执着 只见方巡轻柔地摘下他蒙上水屋的眼镜 我知道 但我只要你 也只能是你 过了很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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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之后 陆明周半靠在沙发上 看着弯腰捡地上散乱文件的男人 你刻地过来一趟 总不能只是为了跟我玩摔跤吧 方巡把文件归于原位 转眼又成了那个没有任何情绪波澜的方巡 确实有工作 只不过刚才没忍住 陆明周看着方巡手背上 鲜红的抓狠扯唇笑笑 这个世界上也只有他见过方巡 最恶劣却真实的模样 没有用为什么还那么凶 方巡一脸平静 爽 抽屉里有窗壳贴你贴上吧 让下属看到算什么样子 方巡垂眸看自己的手背 眸底样出一抹宠溺的笑意 好 你帮我贴 自己贴 谁愿意管你 方巡冷冷淡淡 那算了 就这样吧 陆明周一脸无语 起身翻抽屉给他找窗壳贴 他们两兄弟还是有相同之处了 都是贱皮子 阿T 萧灵鹤连着打了两个喷嚏 我不会要感冒了吧 窝在沙发上认真看着 看动画片的素羊凑过来 用额头抵住萧灵鹤的额头 没发烧 远点远点远点 你不要忽然离我那么近 就在这时 方巡和陆明周走了进来 看着一人一鱼 兢兴有味的看海绵宝宝 方巡缓缓靠近 小鹤 萧灵鹤闻声迅速扭过头惊喜道 哥 你怎么过来了 老男人追爱挺疯狂啊 只不过提了句嫂子还爱他 就这么眼巴巴的飞过来了 方巡无视他眼里的调侃 看向旁边的目露警惕表情凝重的素羊 萧灵鹤暗想不妙 火速将素羊抱起 送进监管室并小声叮嘱 你见自己待一会儿 我哥脾气不好 你千万不要惹他 素羊弯弯没眼 凑过去贴了贴萧灵鹤的嘴角 嗯 我乖乖的 主人一会记得来找我 萧灵鹤猴结滚了滚 心想这家伙简直是是速打击啊 随即快速转身离开监管室 怎么回事 方巡直截了当地问 萧灵鹤默默默脖子 就是老把他关着 这心里肯定出问题 让他出来活动活动 感受下人类社会的美好 我这个叫文化入侵战略 我是问你这是怎么回事 方巡点了点自己的嘴角 我是让你来工作的 不是让你搞对象的 你好意思说我吗 我嫂子身上一股龙蛇蓝胃 你俩刚才干啥了 上班时间你俩干嘛呢 陆明舟面不改色 实则耳阔已经红了一圈 反观方巡只是端起水杯 喝了一口瓶劲道 大人的事儿 小孩子少管 双标 不是你让我引导他求偶欺的吗 这种突发情况 不在你的计划中吗 方巡哑然 你一个Alpha 被一条鱼咬了 很光荣吗 萧灵鹤垂眸看向方巡 手背上的窗壳贴 表情不言而喻 你一个Alpha 被一个Beta咬了 难道就很光荣吗 方巡一脸无语 自己大局长的派头 在这个浑小子面前压根摆不起来 两人相差13岁 从小二人相处方氏 和养儿子是基本一样的 可爱的时候是真可爱 气人的时候 也是真想一枪崩了 因此当初和陆明舟成亲的时候 陆明舟问他 我们不能有自己的孩子 你没有遗憾吗 方巡十分干脆地回答 没有 陆明舟看着两人的火药味 赶紧上前劝甲 行了 好不容易见面 不要吵架 小赫已经长大了 你好好讲话 素杨不是童话故事里的美人鱼 叫人是很残忍的种族 你知道他们为什么兵威吗 萧灵鹤低头扣扣手心 为什么 繁衍能力低是一方面 另一方面是他们的父母 不像人类这般对孩子百般爱好 他们讲究优胜劣汰 叫人刚出生没多久 就会被父母抛弃 让他们在深海中 跟其他掠视者厮杀 只有活下来的才有资格回归族群 萧灵鹤情绪有些波动 素杨的童年这么悲惨吗 他们没有人类社会的亲情观和爱情观 你现在觉得他喜欢你 是因为你对他有利 素杨可不是单纯的小人鱼 他的成长过程中 经历的残酷比你想象的还要多 如果能让你认为他是单纯的无害的 只能说明一件事 萧灵鹤闷闷道 说明什么 他把你当傻小子逗 方寻敲了萧灵鹤一个脑瓜崩 清醒点 完成这项任务后 父亲和爸爸会为你挑选 家世匹配契合度高的妹的妻子 切 你还真是严于绿地宽以待己 自己追求真爱找个贝特老婆 在这说叫我 方寻皱着眉捏捏了拳头 最近你的皮又痒痒了吗 萧灵鹤默默躲到陆明洲身后 嫂子 我大哥太大男子主义了 我估计他是自己想重新找个妹的媳妇 陆明洲轻飘飘扫了方寻一眼没作声 方寻一脸惊慌 明明 我没有 别听他胡说八道 陆明洲没搭理他 转而看向萧灵鹤 方局长虽说独裁了些 但说的这些话是有一定道理的 知道了知道了 我又没说我喜欢他 你们一个个干嘛老是说我 萧灵鹤有些焦躁 不过我有一点不明白 既然他这么危险何必留着他呢 又何必让我来引导他的求偶妻 萧灵鹤看向方寻 语气里多了肯定 是因为他对我们还有用 如果没用 会直接扼杀这个安全隐患 对吗 方寻一脸严肃沉默不语 虚伪的要死 有用就留没用就杀 大家不都是一样的 为了自身立异罢了 素杨又有什么错呢 你们把他一条鱼关在沙漠里 打着拯救兵威物种的幌子 研究他的陷体 却让我劝他跟人类和解 到底是谁残忍啊 方寻眉头促起 萧灵鹤 记住你的身份 受章宣誓忘了吗 萧灵鹤很清楚自己的职责 可是他的心美到此时 就像被刀扎般搅通 我没忘 哥 我只是觉得他好可怜 方寻看着弟弟锤下的脑袋 有些后悔把萧灵鹤掉来这里 太年轻心不够硬 陆明周扯扯方寻的袖口 好了 小鹤是大人了 他有自己的判断能力和处事准则 你应该相信他 方寻握住陆明周的手捏了捏 继而用力搓了搓萧灵鹤的脑袋 拉着陆明周就走了 两人重新回到办公室 因你的味道已经消散 后悔吗 让小鹤来到这里 方寻接过来抿了口茶水陷入沉思 你这次过来 是因为担心小鹤吧 嗯 这确实是原因之一 还有一个原因是你 陆明周一正便看向窗外 这两年我时常思考 我当初是否太过任性 不够体谅你 你很好 方寻的视线划过他一张一盒的唇 隔着一层镜片与他对视 也火烧不尽 春风吹又生 不过 谁先主动的呢 自己的大哥和嫂子都啃到一起去了 这个大冤种弟弟却还在苦苦地研究 该如何把野生人鱼培养成家养人鱼 素央获得自由的唯一办法就是放下仇恨 虽然这个想法很无耻无理取闹 但是也只能如此 萧灵鹤烦躁地向后一躺 这活没法干了 好想辞职去卖考场啊 萧灵鹤靠在沙发扶手上养着脑袋 突然发现素央正趴在监管室的玻璃窗上看他 总督素好可爱啊 萧灵鹤从沙发上弹起来去开监管室的门 刚打开门就被拽进素央的怀里 素央俊俊美无仇的脸浸在眼前 我有乖乖的 所以主人要给我奖励 萧灵鹤这一刻突然误了 养鱼有什么难的 不跟训狗一个样 唯一的区别就是素央不吃狗粮只要亲亲 不过这有什么的 亲个嘴打个拨能吃什么亏 萧灵鹤愉快地捧着素央的脸上拨了一口 你只要乖乖听话 我就给你奖励 素央眨眨眼露出甜甜的微笑 好 我听话 果然 养鱼和训狗一个样 萧灵鹤猛然间就生腾起了自信 甚至晚上睡觉的时候还特意没关门 就是为了想用行动告诉素央 我相信你绝对不会伤害我的 看到此刻 观众大大们也一定晓得会发生什么了 这回素央精神力都不需要了 正大光明的就可以进屋了 知道你们不爱看其他的 九月就帮你们跳过了哟 次日清晨 萧灵鹤被身后一声慵懒的萧萧下起 瞥见是素央后便故作镇定 你怎么睡这里了 不干吧吗 素央轻笑出声 胳膊还紧了Alpha的药 你真可爱 萧灵鹤下意识揪了下床单 身为一名直男被调戏这件事 确实让他有些不好意思 我睡衣呢 萧灵鹤额脚轻轻跳了跳 帮你脱掉了 素央很诚实 萧灵鹤瞬间坐起来 对上素央无辜的双眸 因为被侵犯的怒火瞬间又压火了 打击啊你是 素打击 说完便迅速穿衣洗漱便准备要训练 要关门的时候素央突然扒住了门框 我饿了 你等人啊 我早训完给你带饭 包子小米粥行吗 我要吃你亲手做的 真的是 我一会儿忙完就过来给你做饭 乖哈 萌萌 素央弯腰轻了她的脸 等你 说完素央自己把门带上了 萧灵鹤呆呆地站在门口 刚刚她莫名有一种新婚的感觉 媳妇还是得娶漂亮的 这样当牛做马起来有动力 萧灵鹤早训完拎着食材准备回家的路上 刚好碰见了方巡和陆明洲下楼 哥 你昨天没走吗 陆明洲保持着妥善的微笑 方菊昨天睡的招待是 萧灵鹤点点头 你看我信吗 我要回随经了 多余的话我就不说了 照顾好自己 方巡按了下萧灵鹤的肩膀 明白 萧灵鹤认真的冲方巡进了军里 方巡走后 萧灵鹤垂眸看着手里拎着的蔬菜和水果 我会尽全力叫化素央的 永远都不要站到她的对立面 不就是训条鱼而已吗 萧灵鹤回到6012时 素央正在认真的窝在沙发里看动画片 屏幕中的大耳朵小孩 正和爸爸妈妈一起吃晚饭 手舞足蹈的讲述者 在幼儿园里发生的去世 萧灵鹤捕捉到素央谋中的迷茫和疑惑 在想什么 你们这里的人 小时候都是和爸爸妈妈生活在一起吗 素央微微凝着眉 不用学习独立生存吗 去那叫做幼儿园的地方有什么意义 萧灵鹤心疼的凑到她的身边 你小时候很辛苦吗 素央似乎陷入了回忆里 半晌后只说句忘记了 萧灵鹤没在追问 只是捏了捏她的手心 有我在 以后都不会让你那么辛苦了 素央偏头与她对视 但绿色的毛子藏着深海的幽暗 她反握住萧灵鹤的手 把嘴凑了上去 纵使娇人的文明程度高于人类 但他们似乎仍然保持着动物的兽性 所以亲吻是他们情绪流露最直接的方式 从小到大被母亲冷血教育的她不懂爱 她看得亲人类的贪婪和阴暗 却无法理解萧灵鹤眼底的心疼和伤怀 越不理解就越想要一个答案 她逐渐变得焦躁 甚至隐藏的兽性占据了理性 反手握住了萧灵鹤白皙的脖梗 随着不断用力 萧灵鹤鼻腔一出一声闷喘 素央的神经被这个声音狠狠拨动了 恢复理智的她猛然松开手 眸中的欲望化为迷茫不安 萧灵鹤手撑着沙发扶手大口呼吸着 用手被用力蹭了蹭嘴大骂道 你要吃人了 还锁我脖 小鱼崽子好的不学学花活是吧 素央呆愣愣地看着萧灵鹤仗红的脸 听着她的骂骂咧咧弯唇笑了 萧灵鹤美好气地瞪她一眼 我不耗着可我告诉你 花活是什么 萧灵鹤揉脖子的手一顿 手拼就是傻帽的意思 你是个大傻帽 你在骂我吗 哎呦哎呦 给你聪明的 随即起身去厨房开始做早餐 简单的鸡蛋三明治和一杯牛奶 反正这鱼也没吃过什么好东西 随便糊弄下得了 素央站在厨房门口 要有菜肉蛋 营养均衡 萧灵鹤无语地扯扯嘴角 你怎么那么多事呢 动画片里说的 孩子长身体要吃好的 还有这件衣服在水里都要泡烂了 给我买新的 对了 我不喜欢纯牛奶 我要喝酸奶 萧灵鹤气笑了 握着菜刀用力卡在菜板上 在萧灵鹤离开后不久 陆明周便带着人来提取线体验了 素央本来打算不给面子发了一波 可听见陆明周提到萧灵鹤后 便默默忍受了 房间恢复了安静 只有电视机里的小孩仍然在吵吵闹闹闹 素央向后靠在沙发背上 抓起旁边萧灵鹤的衬衣盖到自己脸上 狠狠地闻了一下 确实很有趣 笑起来可爱 生气了可爱 嘴巴软软得很好吃 身上的肌肉又白又滑 素央的胸腔内扬着一汪深海 想到萧灵鹤时就晃一晃 翻卷出小小的浪花 拍打在心脏上又酸又麻 可每当他想要捕捉这种感觉是什么时 他又会从指缝里溜走 只留下潮湿和无所适从 刚开始只是觉得萧灵鹤的信息素很好闻 可以带回去当个宠物圈养起来 但是现在他明白了家人的陪伴对他很重要 等我拿到母亲需要的东西 母亲大概就会马上给我安排合适强大的伴侣吧 素央攥紧了萧灵鹤的衣服 心中生腾出莫名的焦躁 他想永远和萧灵鹤生活在一起 鱼尾处闪烁着淡色的光 那枚小通讯器再次传来娇人语 殿下请您加快进度 正烦着呢 催催催催命呢 他默然捕捉个滚子 将这枚通讯器直接扔进马桶里冲掉了 狭小的卫生间中 镜子中的鱼尾渐渐变成了两条笔直的长腿 素央轻轻抚摸自己后颈那道丑陋的疤痕 在镜中看到了与自己长得一模一样的少年 但那人有着比他澄澈的双眸和天真 耳边响起稚嫩还吞个抽叶声 哥哥 等我们长大了 去安上生活吧 突然 指甲深深划过伤口 泛着蓝色的鲜血自他的后颈涌出 素央摊开手闻了下 连血液都浸着曼陀罗性稀素的味道 有时候活得久了 他偶尔会分不清自己是谁 又是在为了什么而活着 素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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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鱼呢 吵嚷声将素央从回忆中剥离 卫生间的门被人推开 你衣服上的血是怎么回事 肖灵鹤拧起眉 解释 素央望着肖灵鹤生气的神色 你在心疼我吗 别跟我扯这些没用的 肖灵鹤垂眸看染着血痕的指尖 这家伙是有什么自虐倾向吗 他的眉头越皱越深 曾经听说过动物园有些被圈养的动物会得抑郁症 难道素央他 眉心传来潮湿温润的触感让他一愣 素央的触感顺着他的眉心下滑到鼻尖快到嘴唇 肖灵鹤猛地推开了他 你做错了事没有奖励 你今天晚上睡监管室 肖灵鹤不再看他 转身离开卫生间 心里嘀咕着 得再去看几本育儿书 用不用带他看看心理医生呢 素央拖着肠尾跟在他后面 你生气了吗 为什么呀 我并没有伤害你啊 肖灵鹤抿了下嘴 视线落到他鱼尾边缘蓝红色的血迹上 素央 你要疯啊 素央还没来及回话 整条鱼就被肖灵鹤摁倒在沙发上了 Alpha取出医药箱 小心翼翼地掀开那片铃 一言不发地给他消毒上药 在他的后颈和鱼尾上贴上了粉丝的窗壳贴 随即重重合上医药箱 看到素央嘴角翘起的弧度 你笑个屁笑 好笑吗 你在心疼我 我很开心 肖灵鹤横抬一眼 有病 改天给你找个兽医 用那么粗的针给你一屁股 你就老实了 素央看着他夸张地比划着针头有多粗的样子 你真可爱 你真烦人 我中午不做饭了 为什么 你才做了几次 素央小声反驳 你是公主吗 偶尔给你做一次就不错了 我工作那么忙还得想着你 你在家看个动画片还给我看出那么多伤 肖灵鹤抽出皮带用力一扯发出破空的爬声 像你这种小孩 抽一顿就老实了 素央看看他手中的皮带再看看他 主人你想打我吗 肖灵鹤瞳孔晃了下 谁叫他把主人和这句话连在一起说的 素央轻轻碰了下Alpha红起的耳垂 眼睛却一眨不眨地看着肖灵鹤 肖灵鹤落荒而逃到卫生间 他看着镜中自己飞红的脸颊 差点被一条鱼诱出一杆气了 说着不想做饭 但肖灵鹤还是给素央搞了三菜一趟 人家一条鱼人生地不熟地被关在这大沙漠中 眼瞅着心里还出问题了 可得好好爱护关照着 素央吃饭很斯文 一点声音都没有 就是饭量大了点 肖灵鹤看素央慢条丝里的吃饭 素央 你心里有什么不满都可以跟我讲的 素央喝了口冬瓜下人豆腐汤 一脸疑惑地看着他 以后别伤害自己了 你心疼了 不是我心不心疼的问题 肖灵鹤想起娇人有十倍感知痛绝的事 你不疼吗 你不心疼我就不疼 肖灵鹤坐直了身子一脸严肃认真 我心疼 所以以后不要再这样了 好吗 素央眼睫动了下 抬眸看着他点了点头 肖灵鹤眨眨眼 这么简单 驯鱼果然比驯狗轻松 易如反掌吗 饭后素央甚至还主动承包了刷碗的活 随后两人坐在沙发上继续看动画片 你什么时候能分话呀 肖灵鹤的手抚过素央光滑的鱼鳞 我刚发现 你身上没有鱼腥味呢 我是娇人 严格上来说 和那些笨鱼不是同一个种类 然而肖灵鹤并没有听他讲话 而是颇有兴趣地研究其他的鱼片 你这什么材质啊 我上次用刀都划不烂 你这可比防弹衣好横 素央不满地用鱼尾拍了拍萧灵鹤的屁股 你想用我做防弹衣 摸着也不是那么硬啊 萧灵鹤好奇地注视着他腹部下面的鱼鳍 这块鱼鳍好像跟其他地方不一样 素央本来被他摸得挺舒服 瞇着眼都快睡着了 突然起身一把握住了不老实的手腕 你干什么 童话书里说 你们不都是有那个逆鱼吗 就那个 不能碰的那个 从某种意义出发 这片鱼鳍确实不能碰 龙才有逆鱼 你是文盲吗 我好奇不行吗 他有点翘边了 素央缓缓缓蓄出一口气凑近他 温热的呼吸洒到萧灵鹤脸上 暗雅的嗓音带着引诱 你确定真的想看 萧灵鹤不自在地脑袋向后 再低头看看那片鱼鳍似乎更翘边了 萧灵鹤陷入思考 突然大惊道 鱼也有小昆儿 不是哺乳动物才有这东西吗 你不是卵生吗 你会孵蛋吗 素央不是很想和他讲话了 你问题有点多了 你竟然有坤坤 萧灵鹤自言自语 眼睛直勾勾的盯着人家腹部下三寸 那你现在算是光着的还是穿着衣服 你这个鱼鳞算衣服吗 素央一把摁住他的脑袋往自己身上摁 好奇 你可以离境点仔细看看 萧灵鹤猛的从沙发上弹起来 你你你你你 萧灵鹤你了半天 见素央没什么反应 尴尬的红着脸跑去找陆明周了 嫂子 她不是进入求偶出七了吗 怎么现在一点进展都没有 我们也没有研究娇人的经验 从科学上暂时无法分析原因 不过我建议你可以释放下自己的信息素诱导下试试 她很喜欢不是吗 她真的会分化成Om的吗 陆明周诚实道 不好说 而且小赫 我有必要提醒你 无论她分化成Alpha还是Om的 按照娇人的性别划分 她都是雄性 也就是男性 娇人的男性等同于人类的Alpha性别 你的意思是 无论她分化成什么 我们都只能是兄弟吗 兄弟之间能亲亲吗 萧灵鹤突然联想到了培指 起了一身鸡皮疙瘩 来了来了 人鱼王子终于忍不住要表白了 就在刚刚 陆明周跟萧灵鹤说 她和素央只能做兄弟之后 萧灵鹤琢磨了一晚上的兄弟情深 再三思考后 还是决定承担起监护人的职责 虽然素央的实际年纪是120岁 但是在娇人世界中 她也就刚满18岁 求偶期的小鱼需要时刻保护和照顾 萧灵鹤盘腿坐在床上 对正想爬她床的素央严厉道 你以后不可以再跟我一起睡觉了 素央疑惑 为什么 我都擦干净了 身上没有水了 你是男的我也是男的 好哥们之间是不会搂着一起睡的 而且以后咱俩都是要娶媳妇的 素央缓慢地眨了眨银白色结语 在她的族群中 求偶和忠诚是本能 繁衍更是本能 一切都是荷尔蒙和基因的共同趋势 与其说是嫁娶 不如说是关乎于荣耀的角逐 你不希望我寻找伴侣是吗 素央思索了一会 最终得出结论 萧萧 你是在嫉妒吗 萧灵鹤一脸懵圈 啥玩意儿 什么嫉妒啊 素央情绪非常愉悦的样子 双手撑在木床边沿探身靠近她 那你做我的CP 不是 大哥 你好像过度发散我的意思了 萧灵鹤挠挠脸 就是比如说呀 在你的族群中 雄性娇人和雄性娇人会在一起吗 阻碍反眼是会处畸形的 素央老是回答 不是不是不是 这有点太狠了吧 素央凑上去轻轻碰了下她的嘴角 别怕 做我的CP 我会用自己的生命守护你 萧灵鹤一脸无语 觉得有些对于谈情 素央也不是没听懂 就是理解的也太偏了 老实说吧 素央你的长相确实是我的天才 但是我喜欢我妹的 我是个钢铁大直男 萧灵鹤躲开素央逐渐暗淡的视线 其实做兄弟可能比爱情更加长久 以后你还得回深海 你说这一滴恋意的是不是有点远呢 话说一半突然说不下去了 因为素央俊生生的小脸 黑得跟眉球一样 让她想起来她俩认识第一天 素央差点淹死她的事 你不想要我了是吗 你要抛弃我 素央本就清冷的眉眼 此刻似乎透着寒 要直直地刺穿萧灵鹤 可这种冷漠中 萧灵鹤却觉得她有点委屈 素央貌似很没有安全感 在她重新竖起防备之前 萧灵鹤赶忙表态 我没有不要你 没有要抛弃你 真的 素央垂眸 你真的要娶媳妇吗 萧灵鹤闻言随意地摆摆手 随口一说随口一说 素央抬眸看她 略微上挑的眼尾泛起微红 受极了委屈 你是真的想要娶媳妇吗 萧灵鹤还试图跟她理论 但看着素央眼角的泪花 立即改口 不娶了 我错了 真不娶了 随着素央微微勾起的唇角 曼陀罗的花香再次充满整个房间 萧灵鹤的眼眸 也逐渐地再次失神 素央迎白的鱼尾化为双腿 她半跪在床边仰头与萧灵鹤对视 萧萧 要我说多少遍你才能记住 你是我的呢 萧灵鹤眨眨眼捧着她的脸凑了过去 我是你的呀 后者面无表情地任由她一下下地轻着自己 直到Alpha无意识地散发出山茶花信息素时 素央抓住她的脚踝将人掀翻在床 手撑在她耳侧吃笑道 闻到了吗 你会向你的兄弟发出这种味道吗 萧灵鹤刚晃了晃脑袋 脖子就被狠狠地捏住 以至于呼吸都变得艰难 素央不明白自己为什么会这么愤怒 自己明明很快就会离开基地回归族群 萧灵鹤不过就是一个用来斗闷子的人类 自己刚刚竟然还说了要萧灵鹤做她的CP 真可笑 她只是一个在海底活不到两分钟的笨蛋 萧灵鹤呼吸不畅发出了声闷咳 素央却突然俯身堵住了她的嘴 在她即将窒息时才终于放开了她 看着身下那张帐红的脸喃喃自语 萧灵鹤 我心里好难受 听到素央的话的萧灵鹤抱住了她 轻轻拍着她的背 别难受别难受 素央眼眶莫名地热了起来 一颗黑色的不归则珍珠掉落在枕头旁 那你爱我 好不好 萧灵鹤沉默了片刻 在素央的急躁和不安即将爆发时却突然开口 好 我爱你 血液中快速流窜的暴躁因子消失了 那种抓心的难受也消失了 素央歪着脑袋枕在萧灵鹤的胸口 听着她规律的心跳声渐渐平和了情绪 次日清晨 萧灵鹤梦到了自己在准备表演胸口碎大石 在那大锤砸到她的瞬间吓醒了 醒来时发现素央趴在自己胸口睡得正香 随即愣正地看着天花板 昨天她什么时候睡着的 怎么就突然睡着了呢 萧灵鹤拧起眉摸了下唇角 突然被嘴角的干裂痛得呲牙咧嘴 必须得买个加湿器了 这地方空气实在是太干燥了 随即把素央拍醒 别睡了 再睡就成鱼干了 赶紧回鱼缸补补水去 素央迷迷糊糊地睁开眼 冲她甜甜地笑了下 早安 那笑容甜的萧灵鹤一脸懵 昨天素央不是生气了吗 真是床头吵架床尾河呀 你是消气了吗 素央只起身打了个呵欠 你不是答应我不娶媳妇了吗 萧灵鹤回忆了下 好像真的有这么一回事 素央看她幽怨道 睡醒就不认账了呀 闻得此言的萧灵鹤越听越不对劲 这鱼在口出什么狂言 说话也太有奇异了吧 认 当然认了 萧灵鹤心想算了爱砸砸地吧 素央的族群好像也都挂了 这孩子喜不喜欢男的也没啥区别 随后素央回监管室补水去了 萧灵鹤向后倒在床上 使脑袋背革了下 发现了枕头边这颗不规则的黑色珍珠 昨天素央哭了吗 我怎么一点印象都没有呢 随手打开抽屉 将这枚珍珠放好后走进监管室 素央看她进来随即游到她面前 要去工作了吗 萧灵鹤点点头后 特意释放出了浓郁的山茶花安抚性稀素 心想自己昨天真的太莽撞了 素央对身为人类的她建立起信任和依赖是多么的不容易 她只是一条刚刚成年不久的小女 哪里懂得人类情感的弯弯绕绕 萧灵鹤一想到素央偷偷摸摸地哭 心里就很不是滋味 素央感知到山茶花的味道后有几分震恋 身体不由自主地向萧灵鹤靠近 视线落到她破碎的嘴角时 伸手用指腹轻轻抚过男人的唇 疼吗 还行 气候太干了 得买个加湿器 素央眉梢烧扬起 笑得眼睛弯了弯 好的 萧灵鹤主动亲了下素央薄薄的眼皮 素央迎白结语颤了下 面带询问地看她 但Alpha只是拍拍她的脑袋 走了 早训完给你带包子吃 今天懒得做早饭 不许挑食 画面一转 刚到会议室的萧灵鹤就被通知 需要护送一批事迹往返于绥经研究院 接到任务后 她便迅速地回到了宿舍进行安抚工作 你在家乖乖的 可以在6012自由活动 但是不许再把宿舍搞成水帘洞 饭点会有人给你送饭 你不许欺负人听见没 素央整条鱼看起来捏捏的 你还会回来吗 当然了 萧灵鹤笑着摸摸她的脑袋 忙完就回来 你在家守着好吗 素央拨动着自己的鱼尾 将水面样起波纹 早点回来 如果你不回来 我就把这里砸了 萧灵鹤再三保证 我很快就会回来 还会给你带礼物 素央浅浅浅笑着 我想和你一起去可以吗 但是还没等萧灵鹤回答 便自言自语道 我知道不可以的 他们不会让我离开这里 除非我死了 萧灵鹤文言皱起眉 别胡说八道 素央文言垂下了眼眸 在这也挺好的 走了就不能和你一起生活了 傻不傻 你想一辈子关在这里吗 萧灵鹤轻轻摸了下她的脸颊 乖乖听话 相信我 我会送你回家 素央注视着这个意气风发的青年 与其回到那个家 她其实更想和眼前的人在一起 萧灵鹤一步三回头地冲她白白手 又嘱托了好半天才走人 登机前 萧灵鹤看向基地副官李絮 素央脾气不好 我不在的时候尽量都顺着她 别伤害她 好的 萧队 一路顺风 萧灵鹤点点头 进了机舱 旁边的年轻小队员默其乐呵道 萧队 你怎么跟当了电视的 谁说不是呢 萧灵鹤向后靠在椅背上 随即拿出手机看6012的实时监控 只见素央把她衣柜里的衣服 全扑到了床上 整条鱼蜷缩进去 手里还拿着她穿过未洗的睡衣 埋到脸上 Alpha的脸瞬间爆红 迅速将手机反盖到腿上 小心脏砰砰直跳 素央这是干嘛呢 她又不是我妹的 拿我的衣服住巢干什么 随即不受控制地开始幻想 素央分化成我妹的后 在发日清气哀求她释放信息素的模样 萧队 你脸要熟了 诺琪用手给她扇着风偷笑 你俩不会弹上了吧 萧灵鹤用力拍了下她的脑袋 再胡说把你扔下去 我俩清清白白的 领导 那您能收收信息素吗 前面开飞机的赵真哀嚎道 S级Alpha了不起啊 闭嘴 再多嘴扣你们计较 此时的6012宿舍区 大门突然被打开 素央从萧灵鹤的衣物中置起身 冷漠地看着来源 那人公顺地将怀中的书籍放到茶几上 右手附在心脏处弯下腰 殿下 陛下让您加快进城 素央摁了一下就不再多言 她便秩序地准备告退 这些书是干什么的 素央忽然开口询问 萧队大概怕您觉得无聊 让人送来的 海洋奇缘 来自海洋深处的小美人鱼 海底动物大百科 素央闷闷笑了起来 萧灵鹤这是要干嘛呀 怕他想家吗 他拿起一本随手翻阅 从里面调出一张精密的研究基地内部地图 还有一枚指甲盖大小的同纹红膜提取器